2016年琉璃工坊在中国新年期间推出年度大作《龙初》 这个系列结合了拖拉与炊制两种高难度技法 考验着每个工艺步骤的成熟度及技术掌握 琉璃工坊这次在过年期间我们推出了两大系列的作品 那第一个系列叫《龙初》 是以中国聚宝瓶的概念为设计的这个理念 《龙初》这个系列算是琉璃工坊的年度的大作 那我们整个设计理念是以中国五行的概念 金木水火土 那搭配各种不同颜色的宝瓶展现中国四季流转的这个概念 那这一个系列比较大的一个特色是瓶盖的部分 是以龙的设计的这个展现 那有水龙 火龙 土龙 金龙 还有木龙 是以水晶拖拉铸造法来呈现龙的这个作品 宝瓶的部分的话是以炊制的方式来展现 那每一个宝瓶的这个炊制 它至少有七到九层的色彩 不同色彩的呈现 除了龙初之外 琉璃工坊也推出了猴年的应景作品 因为今年2016年是丙生年 那丙生年其实生就是有神的意思 所以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叫 我的神通就是开心看世界 那是以中国的孙悟空 孙悟空为我们整个设计的这个理念 因为孙悟空其实他非常的机灵 我们要像孙悟空一样 就是要很开心的活着 那要很机灵的来应变这个变化万千的这个世界 凤凰卫视Cosa Mesa报道